一起看新闻五点不一样 也是天后王瑞瑶来听听这个心情 他要带我们到底去哪里 见识哪些温州小吃 欢迎瑞瑶 伯仲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 温州菜其实和台菜很像 特别是所谓的清芡 清油 重刀工这些特色 不过我后来想想 这些好像都是比较属于 大饭店或大餐厅的手法 因为后来 其实我们去了几家 这个庶民的十四 不管是清晨吃早餐的面店 或是类似台湾夜市的美食集中区 好像都有变得比较油腻 也比较重口味一点 瑞瑶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小吃进步很多了 我记得早期 早期看了你应该不敢吃 对了 早期 需要一点勇气对不对 需要有一点勇气尝鲜 可是我觉得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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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其实也对于食安这件事情 比较重视 我不知道伯仲记不记得 那天我们去了农贸市场 去了农贸市场 他的一楼 一楼还有他的二楼 二楼有熟食区 对我们有去逛他的熟食区 而且在熟食区 我还记得我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就是在熟食区的一个门上面 他就有针对贩售熟食的工作人员 最基本的卫生要求 他也把它公布出来 也让消费者能够看到 能够检视 对不对 这点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但我附在提一下 那么听众朋友 其实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 以至于后面 我们po上网的影像当中 都会附在我这次 到温州实际拍摄的照片 所以刚刚瑞瑶提到 他在熟食区 或是在这个农贸市场 我拍了不少影像 有兴趣看看 在市场的王瑞瑶 到底是什么样子 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同时要随时上网 对啊 而且在农贸市场里面 因为这次 我其实去中国大陆 逛了蛮多市场了 这个农贸市场很大 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当然没有像 我之前看到 就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菜市场里面 他们的猪肉 都放在冷藏柜里面贩售 对 我上次去北京去 很多城市都这样 温州我没有看到 虽然没有看到 可是这个农贸市场的 规模很大 它的熟食区也是 对 很注重卫生 然后呢 还有我觉得啦 比如说在买熟食的时候 让人家最感到最有趣的是 大家知道 他们现在负账的方式 都是用手机扫描 吓死了 待着手机就能够去买菜 所以你也不会碰到钱 谁都不会碰到钱 是 你只会就很干净 整个交易过程 如果是在 讲的是买熟食 是很干净的 他们行动支付 可以贯彻到这种地步 是没有错 当然是有利有并 因为也有人会认为说 这个其实他们都 完全都没有隐私了 对 可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就是很安全啦 很安心 卫生这个部分 那天呢 记不记得博仲 我们那天在现场 跟着一个美食家 这个我要请教你了 因为我只知道 这是这个 我们华旅的罗军英 罗总 他特别请出了 一位在地的一个专家 那么我发现 他跟瑞瑶的互动 有蛮多的 是不是请瑞瑶 告诉我们一下 他带领我们 怎么去透视这个 温州的大菜期 因为他现在带着我们 去看看到底 温州生产什么东西 对不对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会来台湾就怀疑说 你吃这个是台湾的东西吗 还是进口的 我们自己有时候 都会很confused 所以我们就要求 我们想要先看看市场 看看他们的食材 就是那一次 会让我震惊 非常震惊的是 天哪 在台湾好久没有吃到黄鱼了 好久没有吃到免鱼了 可是问题是 温州 整个市场都是 全部都是吧 黄鱼跟免鱼很多 对 因为对于黄鱼跟免鱼 这两种鱼来讲 我的情感是比较深厚 因为我的父亲是山东人 山东人呢 每逢过年过节 我们吃的鱼就是黄鱼 我记得这个观念 我也有跟伯仲通过 对不对 乡愁 有人的乡愁是施木鱼 有人认为台湾人的乡愁 是施木鱼 可是对于住在台湾的外省二代 我的乡愁是黄鱼 黄鱼 对不对 是黄鱼 可是现在台湾的黄鱼 没有价格什么品质都不好 可是没有想要去温州市场那么多 另外一种鱼就是免鱼 免鱼就是我爸爸在过年的时候 山东人做的熏鱼 在我小的时候都用免鱼 现在就没有 可是伯仲我们这次去到了温州 我们其实跟免鱼是息息相关的 免鱼做的温州鱼丸 免鱼做的鱼饼 免鱼做的鱼胶 是不是 大家都在吃免鱼 甚至他们还有用免鱼 自己都有做很多这种鱼 就是有带鱼肉条的 或者是已经斩碎的这种鱼浆 自己回去再加工 免鱼对他们来讲好容易 所以等于是那天 这个美食家带我们走 甚至他还带我们去一个米食区 这最有意思 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温州到底是吃面还是吃米呢 大家会这样想 对不对 没错 伯仲我们其实到了温州 我们其实有吃到一个东西 我们讨论了好久 那个叫做米干 有点像我们的米粉是不是 就有点像我们的米粉 可是呢 因为它的米干又没有添加 而且它的炒的配料 还跟台湾蛮像的 又有虾米 又有肉丝 又有香菇 还有一些青菜 其实这点我稍微补充一下 它比较像台湾的那种 就是我们 属于南部的炒米粉 而不是像北部 蒸熟之后再用肉燥去拌 比较湿润 它是比较属于干的那一类 而且它没有油葱酥 就比如说如果是最大的差异是 它没有油葱 油葱酥的味道 没有错 然后那天 那个专家还带着我们去一个 像是类似米制品的摊位 我那天就买了什么回来 我买了比手指还细 跟筷子一样的年糕 或许大家会认为 细年糕是韩式年糕 对不对 现在流行是这样子 因为韩式年糕就是小手指粗细 可是它的粗细是筷子 比手指还细的筷子年糕 我们到了温州的第一个晚上 在台商宴的那一天 就吃到了这样子的炒年糕 它的蔬菜也切得跟筷子一样粗细 非常好吃 口感都不一样 我还买了一个 加了像类似姜黄 或者是质子花的一块 一块 整块 它像长得很像是那种 鱼板一样 我还买了一块这样子年糕 拿回台湾之后 保师傅 保师傅就把它切成块状蒸来吃 怎么样呢 味道很好 我觉得他们很会做米的相关制品 米制品 所以那天在农贸市场 不但是看到了熟食 也看到了很多生殖 甚至那天 那个专家还给我们买了一个东西 你记不记得 一个鱼干 鱼干 去炖肉 去炖肉 味道极好 他也让我们试吃不是吗 他就一块 他买了 一小包 买了一小包 一块一块 因为之后没有吃完了被我带走 是 因为我觉得 有有 我们每个人都尝到了 都尝到了 你就可以吃到这个鱼 加了盐去腌 去风干 的这个本体 这种干咸干咸的滋味 好美味 其实海鲜是厉害的 真的是海味 没有错 那他 其实他不只带领我们参观这个市场 后来呢 好像是应我们要求 还根本是应瑞瑶的要求 他带我们去吃早餐了 温州人的 在地的早餐 我们炒着要吃早餐 因为就像 那是家面馆对不对 而且这家面馆也不起眼 而且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老板正在炒米干 对 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拍他的炒米干的动作 而且炒米干就像炒米粉 因为他就在挑挑挑 就用一个挑动作 然后温州人的早餐呢 或许大家会想到温州的早餐 可能联想到在台湾最有名的温州混沌 温州混沌 那是一定要吃的 通常会加一个大字 温州大混沌 温州大混沌 然后呢 可是问题是我们那天去吃早餐的内容 并没有温州混沌 是啊 对不对 没有错 我们其实吃的是凉面 有一种像是干拌面的形式 对 是不是 另外还有粉干嘛 还有粉干 对 还有粉干 然后呢 老实讲啦 那天其实在这个店里面 温州人好像不太喝汤 对 那天大家其实有试图想要点汤 这个都有可能跟台湾的饮食有关 是 他那个面条也做得极佳 对 是不是 没有错 很清爽的一个口感 他口味其实很单纯 嗯 不是很复杂 但是每样都蛮感觉上会让他去 吃完之后会让你想很久 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讨论味道 比如说一个味道 到底什么味道是台湾味道 什么味道是温州味道 还是什么味道是上海味道 对 他其实都是有一个主轴 是 其实我们刚才在吃的这种干拌面 也没有油葱酥 对 没有错 没有没有 没有一个饶味的东西 对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应该是说它的这个很素雅 很素雅的一个味道 是 可是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 一定很想知道温州有没有大馄饨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大馄饨 我们其实从第一 第一趟落 第一餐 每个人都在讲大馄饨 我在温州 就是我们居住的温州 香格里达大酒店 它的早餐 有馄饨 上面直接写温州大馄饨 但怎么看 这馄饨都不大 这个馄饨 还没有下锅前大 是 其实 我是替大家先回忆一下 我们台湾所谓的温州大馄饨 它的馄饨 其实很大一颗 肉很多 对 那么它可能比较大一点点 就是它的整个 我感觉了 粉一口都咬得到肉 而且粉也不少 粉也不少 然后皮很大张 对 而且呢 大家知道在台湾 包温州大馄饨 因为是大张皮 然后你的肉要抹 抹得很匀 对 对不对 它会这样子 好像浮起来 都可以看到有肉 没有错 这种肉色的感觉 但是温州馄饨 基本上和台湾所谓的 挂了温州大馄饨 招牌的馄饨 很多做法 特别在汤头方面 是有点类似的 那和我们其他 比如说我们在花莲 在其他地方 吃到的所谓的这个 扁食 它的料理方法 它的汤的配料 就不太相同 那么 它的汤头的配料非常多 色彩五颜六色 但是温州馄饨 感觉上比台湾的 温州大馄饨 又更精彩一点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 我这次我们去了温州 去温州吃馄饨 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是 遗憾的原因是因为 最主要这次会去温州 是因为想要知道 温州有没有大馄饨 对 可是我们的馄饨 只吃了一家 对 我们如果要做田野调查的话 应该人到了温州 至少要吃五家六家以上 不过那家也蛮有名 它号称是有六十年历史的 温州老牌 馄饨蛋 那家非常有名 可是问题是 那天吃完了馄饨之后 我听到了带我们去的罗总 问了这个馄饨蛋的老板娘 因为是老板娘 对 老板娘很得意 因为老板娘说 中式五台还是七台 才刚刚去采访他们 是 等于是他们就是代表 温州馄饨的一张名牌 哎呦 好这等于是带我们去的这个罗总 还有在地的这个地培 就问说 哎我上一次来吃 你上面没有红烟浆啊 是 我其实听到了这句话 好 因为刚刚博仲有讲说 我们在温州吃这个温州大馄饨 五颜六色 对 他也是一样有蛋皮 甚至这个老板娘很得意 得意于他的这个蛋皮 他的蛋皮摊得很薄很薄 对 切得跟法丝一样细 是 他也用榨菜丝 他甚至我记得里面还有虾米之类 这种提鲜的东西 还有紫菜 还有紫菜 对 然后上面点缀了红红 我一开始没有办法辨识 那个红红的那一撮是什么 吃到嘴里原来是红烟浆 那还有就是这个老板娘 他得意的不光是这些功法 比如说他的馄饨皮可以很薄 薄到包了肉馅之后 煮了不会破 是 那因为刚刚在跟伯仲在讨论说 台湾的温州大馄饨很实在 对 就比如说又讲到花莲扁食 更实在肉更多 是肉 全部是筋肉 吃起来都是肉 可是温州大馄饨不是 他还没有下锅之前 你可以看到他一坨一坨很大坨 也蛮漂亮 盘很整齐吧 很漂亮 可是下锅之后你发现 怎么全部都是皮 那肉都没吃到吧 肉呢 所以我会用酱若散来形容 温州的温州馄饨 是 他其实吃在嘴里 就是薄薄的皮 像一层一层薄薄皮的感觉 那所以等于是那一天呢 在跟老板娘聊天的时候 又发现之前有人吃过 就在问他问红浆 那他就回答说 红浆是我最近添进去的 你心里的OS就是 那请问一下温州的馄饨 以前是大还是小呢 因为现在眼前看的是大 不是吗 所以等于是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与时俱进 甚至于呢 跟我们在一起吃饭的美食家 也曾经来过台湾 想要知道台湾的温州大馄饨 是怎么回事 他讲他吃了五家 五家这么多 那所以我才会心里有点遗憾说 哎呀 我不应该只吃了一家 就论 就开始在讨论 温州到底有没有大馄饨这件事 OK 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我们把它当成 一碗这个面皮汤 然后配料非常 其实感觉上还是非常棒吧 就是没有吃到那块有肉汁的肉 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觉得状态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中国大陆在吃东西的时候 或许在早期的时候 大家都是吃温饱 吃饱没有人在吃肉吃饱 吃饱是吃面食 对 吃面食吃饱 所以按照这样子的源起 也可以讨论到说 他们喜欢弄很薄大大的皮 然后还有就是美食家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就是也来台湾去搜罗温州大馄饨 他说不知道台湾或者是温州 谁先出大馄饨 可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在温州没有老虎酱 OK了解 台湾老虎酱 这个就一样 这是台湾独有的老虎酱 好 我们馄饨的话题到此为止 因为我们后面还再不聊的话会来不及 这是我们后来到了一个 应该属于大排党层级的 温州树民小吃的一个馈集地 那么这其中有一个 每个人看都很挫的东西 而且非常可爱 一个超大的一个芝麻球是不是 很大的芝麻球 那个芝麻球应该是像篮球一样大的芝麻球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那天到了 这个地方叫天一角 这个地方老实讲已经发展有十年了 早期刚开的时候 听说在温州非常的火红 然后我们去了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集合了所有的温州的小吃 还有温州的海鲜 因为通常是小吃的集合地 可是他们这一区很大 一走进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底 看到底 人大概只剩一公分高 很大的一个汇集 美食的一个汇集地 所以那天跟伯仲 大家就一路走 因为你是一边走一边要看 你要吃什么小吃 它的小吃大概有三十种以上 三四十摊这么多 他就看到一个炸芝麻球的一个师傅 我自己喜欢天一角的原因是因为 它有很多东西 都是你点了 他才做 对 现做的 现做 包括这个大芝麻球 听众朋友可以想 这芝麻球就是一个篮球 而且他当初要炸的时候 拿出来的这个米团 这个米团大概只比乒乓球大一点而已 中间是没有包线 讲起来就很像我们台湾的炸芝麻球 你要一边压 它会长大 对 它就一直翻 它本来是个小乒乓 翻成一个大篮球 很恐怖 我记得瑞瑶你有做直播 对不对 整个过程完全 我们的听友完全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他就是透过这个油温不断的翻动 而且这个师傅有讲 他说一开始他会炸破 因为他会粘 粘在这个网子上 他说破了没关系 等一下再翻一翻 翻一翻 它就会补回去 就会补回去 可是伯仲你知道吗 这个芝麻球 老实讲 这个芝麻球要卖人民币 我如果没记错 那天是不知道三十几块还是五十几块 这不算便宜 其实不算便宜 我记得是五十八块 其实是不算便宜 老实讲的 那个芝麻球买了之后 大家吃的时候 会觉得他也蛮油腻的 其实他是个中空的 中间完全没东西 他中间也没有豆沙 也没有糖 没错 什么都没有 那他撕开来 我们每个人吃完 整个手都全部油滋滋的 都是油滋滋 可是关键是在于 这个体验 你其实看不到 是 没有错 你其实看不到 从一个小小的 一个像是一个滋巴一样 一个麻吉 一个麻吉 重大的一个球 对 那除了这个球之外 其实现场 还有一些温州的 一些非常典型的 一些小吃 还有捏糖人 捏面人 灯斩糕 猪油糕 或者是我们前面提过 很多地方都看到了 一点都不圆的 温州鱼丸 那么还包括鱼饼 还有刚刚提过 粉干拌面 粉干拌面都有 那这些东西 对瑞瑶来说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些 我其实对于 天翼角这个地方 我印象深刻的 不是小吃 而是它除了小吃之外 还结合了温州海鲜 对 在最里的那一区 最里的那区 其实做成了一个 像客栈的形式 对 等于是我点了海鲜之后 现场就像是 我们在渔港边 你看到了所有的 活水海鲜 对 还是所谓的 线流海鲜 它都铺冰在那边 对 它其实也让我觉得 好像走进了 温州海鲜的一个博物馆 因为呢 它的整个墙面上 有贴了超过 100道以上的 海鲜的食材 跟料理 甚至它现场 还有一个展台 那个展台呢 它会把这道菜的所有的材料 放在这个盘子里 然后把菜名告诉你 那所以那天 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直播 然后花了很少的时间在吃 就是因为很想要透过这个方式 就在临场感 就像是一个活字典 你走到这里面就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泥蒜 什么叫做沙蒜 然后呢 为什么它这个有的是 有的它是什么样的料理方法 它都可以让你一目了然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在吃 一方面也在做跟吃有关的教育 让我更加认识 什么是温州美食 很有趣的一种感受 好 这趟美食之旅 我们可能到此要打住了 非常感谢瑞瑶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趟过来 如果大家到温州 除了刚刚我们以前 为大家介绍过的那些 这个五星级料理 这些五星级餐厅之外 有机会 这种说明小吃 也非常值得大家一探究竟 好 今天我们有您收听的是 中广一起看新闻 五点不一样 这个节目每逢周五 为您推出的 一起放轻松 连续几周探访温州美食 中广美食一姐 王瑞瑶呢 巨细迷带领大家探访温州的 包括大菜和庶民的美食 非常感谢瑞瑶 永远精彩的分析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如果您没有完整收听这段访谈 或者想重听清楚 欢迎您稍后利用网络点选 中广新闻主播张伯仲 脸书粉丝专页 我们欢迎您整理好 相关的访谈录音 这也是中广新闻网 newsredo 谢谢大家